新增境外移入的COVID-19的病例有5例 分别是菲律宾法国入计 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 国内又新增了5例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病例 不过境外移入的个案这并不稀奇 稀奇的是这5例当中 既然有一例是在2019年1月 从台湾逃到菲律宾的通气犯 案989这名通气犯为本国籍50多岁男性 他在2019年1月到菲律宾 但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疫情影响 他害怕会客死异乡 只好乖乖在当地投案3月12日被接送回台 准备面对法律的制裁 他在搭机前持有3日内隐信报告证明 入境后也没有出现症状 马上被送进看搜索 不过到了看搜索后 可不是马上就被关起来吃饶饭 而是先到特别设计的隔离处所 后来裁检才确证 科尔这边都会有特别的一个设计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隔离的处所 那有关案989是第二例的通级弹 第一例是669 只能说当初谁叫一道跑 现在才会懒意回来 而且还害到别人 指挥中心以针对个案 匡列迹象座位前后两排 共14名的旅客要进行居家隔离 至于其他境外遗落个案 分别来自菲律宾以及法国 则新增5例的个案 也使得国内确诊人数来到990例 其中有874例为境外遗路 77例为本土病例 看来大家还是不能大意 在误费疫苗正式开打前 该做的防疫措施还是要做好 不过大家应该也很好奇 台湾向牛津原厂购买的疫苗 已经来台湾好一段时间了 究竟要怎么施打 哪些族群又要特别注意呢 指挥中心今天也提出了新的相关规范 给大家参考 第一个就是对疫苗所害成分过敏者 施打第一剂的EDI的疫苗后 出现急性严重过敏反应者 另外还有一个是8岁以下的出校典 那这些都目前是不可以施打的 另外如果民众有血小板减少 或是有任何凝血异常疾病 又或者是免疫功能不全的人 以及怀孕和正在哺乳的女性 指挥中心也建议 这些人应该要谨慎评估相关的效应风险 再决定是不是真的要接种牛津疫苗 一般民众则是在施打前 如果出现感冒发烧的症状 也可以先缓缓别急着施打疫苗 如果在接种的那天 有任何的一个问题都会跟医师说明 就这样医师评估啦 至于外界都很关心 国内奥运选手施打疫苗的情形 指挥中心指说 由于台湾现在只有牛津疫苗 因此先让选手们知道 牛津疫苗施打情况 另外国内医护施打医院调查结果 则是会在最近这两天公布 调查的这些名单都是参考用 那到底最后你要不要施打 都还是以医护人员他们自己的意愿为主 不会有人压着他去打 看来国内疫苗开打的日子 还要一小段时间 大家还要再耐心等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